好来看到花莲县八通关杯各项的运动的锦标赛 包含棒球篮球桌球自行车路跑等八项运动赛事是全部的完赛了 营造了花莲是热爱运动的氛围 那么花莲县议会的副议长潘岳霞就说了 持续向政府机关来争取预算让每一场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 花莲县八通关杯各项运动锦标赛 包含棒球篮球桌球自行车路跑等八项运动赛事全部都完赛 营造花莲是热爱运动的氛围 而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表示 持续向政府机关争取预算让每一场赛事能够顺利进行 因为每一年每一年我都会来向我们的政府机关来争取预算办活动 让更多人来玉璃镇好不好 玉璃镇好真的是热爱运动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未来在办八通关杯的各种各种赛事 棒球磊球自行车或者是路跑或者是直排轮网球桌球 那今天所有的八通关杯的赛程 今年有办八样那完全完赛了 那所有的过程都很顺利 那也营造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透过媒体记者好朋友的镜头 我相信所有的运动赛运动爱运动的选手都一定会在八通关杯的一个各种赛事一定会来到玉璃镇 花莲人的体育项目一向都是非常杰出 玉璃镇体育会理事长表示 他发展各项的单项赛事运动 每一年的八通关杯全国性体育赛事更是玉璃镇的重点运动项目 潘岳霞说 其实未来有更多人一起来参与花莲县的各项运动赛事 各项运动也能够从小培养选手向下扎根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